武漢肺炎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中共官場內部 誰也不願意承擔責任 開始上演甩鍋大戲 就連習近平也通過黨刊《求是》發表文章 說他在1月7號就對武漢肺炎疫情 做出了防控要求 無意中也泄露了中共高層 早就對疫情嚴重程度知情的內幕 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2月15號 發表習近平2月3號有關 應對武漢肺炎疫情的講話全文 文章以第一人稱說 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發生後 1月7日我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時 就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做出了要求 這表示 習近平早在1月初 就知道了武漢疫情的嚴重性 但事實是 在習近平1月20號公開表態 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全力做好防控工作之前 中國完全沒有武漢以外的疫情通報 最早在社交媒體示警的 8名武漢醫護人員還一度被央視指責造謠 全部遭到了警方訓誡 疫情大爆發後 武漢市長周先旺首先出面推卸責任 他在1月27號晚間受訪時稱 傳染病有傳染病的防治法 必須依法披露 他必須獲得授權以後才能披露 這個向上級推責的動作 在中共官場極其罕見 2月12號 武漢漢網再次刊出文章 繼續替周先旺辯解 稱 很多人說 疫情在全國的蔓延 武漢市長周先旺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 可是又有誰去理性的看待 這位市長背後的無奈 早在疫情發生的12月 武漢已將相關情況上報國家衛生部門 北京的專家組疫情也深入到武漢調研 得出了初步結論 旅美時事評論員藍述認為 習近平和武漢市長借用媒體各說各話 互相推諱責任 這並不奇怪 因為沒有人想為這麼大的事情背鍋 承擔歷史責任 藍述相信 武漢和中共高層之間 就武漢疫情有過溝通 但誰都不負責任 誰也不做決定 中共對疫情出發的五蓋子經歷了兩個階段 先是湖北五蓋子 一日五到了12月31號 馬國強呢 整整這個時候才上報國家衛健委 當天衛健委的專家組就到了武漢 這說明呢 湖北上報時肯定已經把事情說得比較嚴重了 所以衛健委的人才會來得那麼快 所以說呢 習近平知道事態嚴重應該更早 就在1月1號左右 這時呢 就進入了中南海五蓋子的慣性操作階段了 經過兩成的五蓋子 嚴重延誤了戰機 才導致今天這樣無法收拾的局面 旅美時事評論員鄭浩昌指出 中共高層決策非常僵化 他對大事的具體應對 一般要經過每週一次的政治局常委會 或每月一次的政治局會議才能拍板 鄭浩昌表示 習近平雖然知道了消息 但他還是等到了1月7號的常委會才討論 而1月6號還沒等到北京指令的湖北 已經在召開武漢兩會了 武漢在封城前 百不停社區在1月18號還舉辦了萬家宴 有網民曝光說 本來有人不想參加 但正攻幹部海門愛護動員非得拉著去 目前僅在百不停管轄的安居院的55棟樓裡 就有33棟出現發熱病人 藍述指出 中共就是個反人性草菅人命的政權 根本不把疫情當作事處理 才造成了如此不可收拾的結果 目前 武漢肺炎病毒不僅擴散到了全國 還蔓延到了世界各大州 2月12號 中共當局要求各地推動復工復產 習近平在2月3號也要求不停產 藍述認為 中共現在強迫復工 是怕經濟下滑造成統治不穩 是出於穩定中共統治的考慮 致人民的健康於不顧